吃鸡小技巧永远不嫌少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番茄 最近经常看吃鸡直播的玩家应该都会发现 DP-28这把武器在主播当中越来越火了 很多主播都将DP-28当作副武器使用 而DP-28在以前都是非常冷门的武器 为何突然崛起越来越受大神欢迎了呢 其实它有三个优点 萌心却毫不知情 嘿小伙伴关注我 在30秒内你会收到战神的迷路 不信的话你就试试 作为使用7.62毫米子弹的机枪类武器 DP-28的伤害可以说是相当高了 整体DPS相当不错 爆发与M762相当 并且它也有着M762没有的优势 而这个优势便是稳定性了 在手游当中 DP-28有着出人意料的稳定性 用高背镜打远距离的敌人 压枪非常轻松 这个稳定性几乎与满配M416相当 并且DP-28还完全不吃配件 双弹量也高达47发 在趴下之后还能大幅度降低后坐力 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武器了 正因如此 结合伤害、稳定性 以及不吃配件这三个优点之后 DP-28的人气开始愈加火热 越来越多的主播开始减踏实用 连人气最高的主播不求人也是如此 视频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DP-28好用吗